我想说民进党你的选票太多了是不是啊 你吃错药了啊 你攻击台湾的年轻人 攻击台湾的大学生 攻击台湾的公民团体 然后又用王浩宇这种人 虽然他已经没有公职的员员身份 越攻击又越起反感 越起反感就冲了 对他还是民进党党员 对他还是民党党员 对然后去攻击 所以也难怪三顺贵后来 他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他还曾经在民进党政府内阁里面当官 他说王浩宇无药可救 起码三顺贵还讲出有一点环保人意 曾经在公民团里 这样的同一个阵线上的一个心态 因为为什么讲王浩宇无药可救 你哪一种是是而非的 而且他又不是专门的用钱单位 他又不是去申请经费的这个单位 拿来好像张冠李戴的故意讲这个 民众的质疑在公厅会上一场被打断 就是说是不是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不是在这个潘中正这个公投领钱人 他是不是这么多年来过程当中 已经A了7000万 我真的觉得王浩宇也真是天才 无耻到这种地步 可以用这种方式 重点是去攻击你的老师 你在过去 在今年1月中被罢免之前 你已经当了桃园6年的议员了 你在这6年议员为什么不举发 如果是有这个事情 如果王浩宇你讲的是有这个事情的话 王浩宇所说所指控 潘中正A钱 引射的这个是有真的事情的话 那王浩宇你是同谋 你是伙同的共犯 你知情不报 你是因为你被罢免了 潘中正站出来大义灭气的 跟大家讲说你以前过去的这个为人 包括我们上次讲过他王浩宇 当时还昨晚保护藻礁 还不屑郑文菜那一段 那你现在是干嘛 过来那个用侠院报复 然后用这种暴喵气阿弯 然后故意用这种方式 想要把这个你以前的习日恩室脱下水 以前桃园是因为在我们升格之后 这6年来 曾经针对议员的出席率 议员的这个报道率 还有议员的这个咨询的这个哪一个局处去开会 他每次都会像立法院的这个公民国会监督联盟一样做一个评比 那时候造成桃园 因为以前是桃园县 议员都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出勤问证 所以压力很大 那时候王浩宇 他跟潘中正老师他们所结合的公都盟 就是在桃园是类似国会监督 他是一个公都盟团体 是潘老师他们在负责的这些公民团体 我们这些所有的国民党民进党的议员都没话讲 就被你监督嘛 王浩宇每次都被列为第一名 每次都会被出席全情 虽然很多议员反应都没看到他几次 然后都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出席率全情都最高 然后王浩宇就说 潘中正老师是最公正的 他是最无私的 不会因为这么掩护他都把他这个打最好 过来了 你现在讲潘中正有问题 那过去六年 也难怪他后来在网路上面写说 我终于可以讲真话了 讲真话可以讲真话 他是有步骤的在铺梗 你看他前天先用这种方式 这两天他就开始抹黑他 就是扑梗的开始要人格谋杀 政治攻击潘中正 那过去六年你当议员 你原来是说假话 谎话连篇一大堆 以前你那个说潘老师最公正的 那个公督们的出席率 问证第一名什么什么 原来都是假的啊 帮你造假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以前那些公民团体做的是伪造文书吗 王浩宇原来是包装的 不是唐医师毒药啊 原来是这么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要讲这个故事 我讲不完 王浩宇的肮脏事故事 我知道太多了 多少议员来跟我爆料抱怨 所以你这样子去攻击潘中正 我真的觉得你只会遭到报应 好所以呢这个前环保署副总长 詹顺贵才跳出来说 这个王浩宇无可救药嘛 他说环团不可能去标工程 好影射之前你要有完整的证据 那么我们的宣传孙昌也说话了 他说不必去猜疑重视环保的人 可是许甫啊我高度怀疑 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这 对藻礁公投联署这件事情 好像他们走的路线是 一边摸头一边追杀 然后一个黑脸一个半白脸 是这样唱双簧 其实你看这个没有结出来那一句话 王浩宇说想不到这个内部的会议 我会有影片吧 你要想这内部的会议是谁跟谁办 经济部跟环团人士办 不会是环团人士自己拿出来说 你看你看 当然不是啊 那如果是经济部的话 可是经济部包括了行政院长 包括了经济部说 没有没有你们不要这样误会环团人士 那这样感觉很奇怪 刚刚说以前会讲的说 我一边找一些测译或是我跟他切课 他是桃园市民他讲的嘛 对 一边说不要这样说人家 人家搞不好没有啦 对 可是这个耳语传出去我不知道 委员这是不是一个战略运用啊 这感觉起来 他在那边抹黑 但是听到相信的人就相信啦 那我只要我这边也讲说 哎呀没有啦 就是没有证据之前不要说人家就好了 对徐傅讲的对 因为基本上来讲在谈判上面 我们常常会有安排有唱黑脸有唱白脸 我自己在教大家这个授权的那个谈判 那所以他们演练的时候也都是 你一定会有角色的扮演 所以刚刚徐傅讲的情形在实务上面来讲 的确是常见的 但我们要提到这个藻礁的议题的时候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 我觉得这个民党政府呢 比较奇特的一点呢 是在于他不在乎就是 他以前曾经讲过什么话 曾经有什么样的立场 他的立场呢 始终跟他的位置是相关联性的 也就是说他在野的时候呢 他讲了一套 他执政的时候他讲了另外一套 可是他如果是国民党的话 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以前讲什么东西 那你现在这样讲 是不是跟以前的立场是不一致 对不对 你会检讨 你会反省 然后你会回应 可不过民党政府他完全不会 我们以这个反来猪的这个情形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把他的对于 那个从美国进口的 这个猪肢也好 牛肉也好等等的 他的立场拿出来谈的时候 到今天他看的时候 他就是一句话回应 他的回应就是说 时空环境不同 就算时空环境不同 那是什么东西不同 你唯一的不同 就是你在以前在也 现在执政而已 对不对 其他的东西完全没有不同 那但是呢 他对于他自己来讲 他也是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讲说 他始终是双标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设一套标准 可是他对别人设的是另外一套标准 所以那这样子民众会无所适从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当我们发现这个代益政治失灵 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看到 立法院能不能够发挥原来代益政治的功能 现在看起来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一党独大 他说的东西他想过他就过 他不想过他就不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唯一能够诉求的唯一的管道 就只有剩下直接的民主 那就是公投 所以今天不管是任何的人 不管是赞成 找交也好 反对也好等等 我觉得民进党都不应该拿这个谈判的手法出来 有黑脸有白脸有侧翼 然后再用官方去摸摸头 这个通通都是不对的 你应该要让这个公投的提案呢 不管你认同也好 你不认同也好 你都应该要让这个公投呢 能够顺利的成案 顺利的成案之后呢 让老百姓反映出来 那我记得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徐甫也特别问到 还是其他的媒体也问到 就说民进党其实他已经想好 对于你公投的一个因应 他连这个都端出来说 万一公投过的情况之下 我只要让他等两年 过了两年之后 他就是一样 我一样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啊 简直是糟糕到极点 他等于是说 他完全不把民意放在眼里 那我们老百姓要不要做呢 因为很多老百姓也问我说 那我连署之后公投也过了 那结果呢他还是不做 那怎么办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浪费 那我跟老板姓讲说 不会 我们还是要让执政党政府了解到 真正的民意 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那你今天违抗民意的情形呢 那就是一个 你其实才是真正的大的民主旗号 反民主 那我们看到 早纠公投这个议题来讲 我们简单来讲 我们看到行政单位 他出来的回应 你都会觉得非常离谱 他讲说天然气 他是为了要天然气 那我们都知道 然后现在两岸的关系 这个冲突性其实还蛮紧张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海域的部分呢 有被封锁的情况 你盖了一个天然气 能够解决你发电的问题吗 今天总咨询的时候 我请教了王美花 王部长说 媒体上面讲说 他说到五月底之前 不会缺水 那我就说五月底之前 不会缺水 表示五月底之后呢 他就有可能会缺水吗 他没有回应 但是这个他有讲了一个说 五月底之后 他可能预期的是美女季节 美雨会来 六月七月台风会来 那我想说 还要靠老天爷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政策 叫做看天吗 就是说只要老 我们今天希望他有水 是老天爷必须要下水 下雨 所以我们看到说 我们也有起雨的这个法会 等等的这些的情形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养一些的行政官员 然后资领那么高的高薪 就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说 我们要看老天爷 有电没电 有水没水 有工没工 通通的六缺的 企业提出来六缺问题 通通没有办法解决 只是说走一步算一步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台湾人的悲哀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民党政府 他真的是辜负 我们全台湾人的期望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